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 困擾香港問題的事件 那麼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呢 是希望是為香港能夠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到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呢 就批評一下政府啊,某些機構啊,某人啊 對某些事情的處理不當 那麼大家發誓一輪就算數的了 那麼我們希望呢,能夠找出問題的根源啦 那麼了解問題的來龍去物 那麼最後呢,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還有既然呢,我們香港每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事 那麼簡單來說啦,如果你是個當事人 你會在當中情況之下,你會怎樣處理那件問題呢 那麼我們認為呢,其實呢,很多香港的問題呢 討論得很多,但是始終呢 就是大家都是結果都是不了了之 沒有什麼真真正正的,具體一些的答案出現了 那麼其實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沒有從,跟隨一個比較清晰一點的那個 那個討論的方法啦 那麼我認為呢,如果要解決問題的有效的方法呢 應該呢,就要隨著以下四個方向走 第一,我們要認識問題的核心在哪裏啦 那麼如果真真正正能夠定到那個問題的那個位置呢 那個定位呢,那我才再探討啦 那麼到底這個問題為什麼會出現呢 那麼如果知道問題那個出現的起因呢 當然呢,可以很容易都可以想到對抗 就是那個解決的方法的 那麼但最後呢,第四步呢,我們就說呢 其實呢,我們不是只是說完了就算了 我們是希望呢,香港每一個人呢 就是自己想想,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呢 令到香港變得更加好呢 那麼我們節目呢,最近這幾次呢 都是跟大家討論那個 就是如何解決香港醫療問題的困境啦 那麼過去呢,有啊盧永樂啦 作為我們的嘉賓 那麼我都講過了三四輯的啦 那麼今天盧永樂呢,就有特別的開會 那麼所以今天突然之間呢,就說不來得住 那麼好幸運呢 那麼我就 剛剛呢,就 就接觸過我以前的舊同學啦 那麼他就由加拿大回來的 那麼他也是一位加拿大和香港的註冊的 脊骨神經科醫生 那麼我們就經常叫做George的 那麼我經常問他 就是那個中文名應該怎樣啊 他說叫何佐治就可以啦 那麼就好啦 那麼我們慣性呢 都是叫做George Ho啦 那麼還有一起主持這個節目呢 就啊 金銘妍呢,今晚呢 都是有些事情呢 就來不了的 那麼跟著呢 就有我們馬國輝啦 大家好 我們就大家一起呢 就跟大家探討一下啦 那麼George呢 就剛剛在電話上跟我聊一下 那麼原來呢 他回到香港都已經有一段時間的啦 那麼他可能自己太多事做啊 那麼沒有直接跟我接觸 那麼原來呢 他說呢 就是我覺得他從香港 作為一個外面回來香港的人 那麼 就是看看香港 香港其實這個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就是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都會發生的 那麼在醫療方面呢 其實呢都有很多情況出現得很厲害 那麼我們就說啦 就是其實呢 作為一個香港的醫療消費者呢 其實挺陰功的 因為香港的在醫療那個正事方面 那個醫療那個制度方面呢 其實很不完整的 那麼作為一個醫療消費者呢 很多時候呢 面對一個醫療的選擇呢 其實他真的都不知道 怎樣都何去何從的 那所以呢 我就聽一下 George最近呢 就是你回來香港最近 是不是遇到一些幾幾特別的事情呢 可以給香港人 作為遮鏡啊 去了解一下香港現時的問題 首先我想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在香港出生的 中文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去了日本留學 那拿了一個 在慶應拿了石市學位之後呢 就移民去了加拿大 去了三十年 那就剛剛回來 年多了 那呢 就加拿大那邊呢 即是積衣已經 已經退休了 那回到來 又 因為積衣的牌呢 就不用考試都可以 用我以前的經驗拿回的時候 那我就拿了一個牌 就買了保險 就 服侍一下那些朋友啦 如果需要做 很多時候 我都是 好像緣份 緣份來的時候 見到誰 幫你做回家 那天就見面了 到很多時候的 那你以前在香港 好像是讀社會科學的 是 我們是讀社會科學的 中大的時候 中大的時候 那在日本呢 日本的時候都是社會科學的 即是各個石市都是社會科學的 都是社會科學的 那去到加拿大 就不能夠不轉行啦 因為 就是社會科學那邊的出路 就是很窄的 就是做社工的時候 那邊 經常都在唐人街那裡做 是 那由你的社會科學的角度 其實你可以看看香港的 即是現時的醫療現象 都可以由這方面 可以讓我們深入一點了解一下 可以 其實那個感受也是很大的 其實 因為幾十年前 我年輕的時候 在香港的這個制度 跟現在呢 是相差很遠的 差不多是兩件事 那以前的香港就是 就是 比較上來說是 港人情的了 這裏呢 現在呢 就有港制度了 就跟加拿大 越來越相似 嗯 就是有很多時候呢 你 講人情的 講人情的壞處 但是 有時候講制度的時候 很多時候很多錢是浪費了的 嗯 還有很多時候呢 就是有才能的人 因為他 沒有個資格的時候 不可以做他 做得最好的事 是 但是 如果你不講制度的時候 有很多是 變成了耳目混珠 是 那我回來 年紀了 嗯 那也看到 有很多是 就是 或者是 賺食 的 的情況都有的 是 我講 一個那麼少 給你聽先 是 那如果各位 就是 有崇洋經驗的 或者可以打電話 告訴你 大家分享一下 是 那 名字呢 我就不提出來了 就是有一間公司 就差不多是 一些 傳銷 金沙公司 那就是 他呢 主要是 幫人檢查 那個基因的 那是 你給 幾千元給他 入了他的會之後 你就會做一個 Franchise 那你就幫他 推銷他的 基因檢查 那他呢 就說 他的基因檢查 就可以預先 知道你有 將來會有些什麼病 譬如生臟病 癌症 症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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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病 通常常見的病 甚至不常見的病 都在基因檢查 他幫你檢查出來 是 好了 檢查出來 那是怎樣呢 他說 你可以根據這樣的情況 改變你的lifestyle 就可以避免到 你有這樣的病 就是有傾向來 你是病 不是病 他說 例如 舉了一個禮 這個禮 我覺得他覺得 是很免贅很免贅 例如 他說 癌症病 他說 有些人有癌症病 比較容易感染癌症病 有些人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感染癌症病 但是呢 那時候我是被朋友拔去聽 是嗎 他好像有一個講座 是 是 是 吸引人去聽 就是 主角那個 是 是甚麼人 不知道是甚麼資格 我都不知道 總之他說是 中國大陸裡面 很有名的 之類的 他 他 他是一個醫生呢 或是一個 他甚麼都沒有說出來 他甚麼都沒有說出來 甚麼都沒有說出來 但他說 自己是 有名的大學 就是教生物科科科技 最有名的 在中國最有名的大學 排出來的 噢 好了 他 他 講到這個時候 我說 有個 有個 與會的朋友 他問 是不是 我們基因裡面有癌症病 他又不知道 答得不是的好 我就加把嘴裡 我說 因為 在非洲 有些妓女 就是 已經做了 十幾十年的妓女 很多時候 沒有 戴安全套 那些 瓢鞋 但是 他們又 沒有 愛滋病 這一小部分的人 美國 那些研究人員 就覺得 很奇怪 研究他們 發覺 他們是有一些 特別的 白血細胞 就是可以吃了那些 愛滋病的病毒 噢 但是 因為愛滋病的病毒 是 經常都變的 所以做不到疫苗出來 他們這些細胞 不是疫苗 是 生動動的東西 可以 吃到 愛滋病的病毒 這些 他們又 答不出 好了 我就覺得 好像 很離譜 搞到 這麼厲害 我問他 有一個問題 我說 因為我脊椅 所以對脊骨 方面的病 我比較熟 我說 你檢查你的基因 會不會檢查出 他們會有些什麼 脊骨病的 談談 有些基因 他說 有 我們檢查出一個 就是 强植性關節 就是 Ankylosing Spondylitis 各位不知道 這是什麼病 所以 張哲導演 就是這樣 有這個病 直到晚年 他又 省了一條腰 現在 有一位 很有名的 台灣歌星 亦都有一種病 但是 他是吃 呂姑醇 控制著 現在他 賺到好桌錢 好了 我問他 中國大陸 有一位 很有名的 退休的市長 有一種 腰的病 你知不知 他 答不出 好了 他說 這種腰骨病 我 早就在 2001年 我有一個 文章裡面 我已經報導過 就是 在芬蘭一家 叫做 Ulu University O-U-L-U 特幣 發表那篇文章 他們就發現 有這種 腰骨病的人 他們的 DNA裡面 有一種 膠原蛋白 是叫做 I-X I I I X X Collagen I-X 出現突變 的時候 他的 軟骨 包著軟骨 纖維環 很容易裂開 有這種 基因的人 最容易出現 我剛才提出的那種病 叫做 椎間骨突出 引起腰腿痛 這些病是很常見的 如果你有這種病的時候 通常來說 如果是有經驗的醫生 他不用做什麼 他只是做 看檢 和問診 已經知道 有這種病 如果確診 一般來說 一定要MRI 因為 液光 看不到圓骨 普通液光 但是 就算MRI 都是有一部分人 他有疊出來 但是他沒有病徵 所以 如果是講最準的 預測的方法 就是 剛才我講 那間大學 發現過 這個基因 他們 講到自己說 是專家性 這些 這麼簡單的 這麼多年前 已經有的 他們根本 都 聽都沒聽過 我剛剛 那時候 帶著一篇文章 因為我有朋友 就有這種病 我就印了出來 想給他看 我剛剛在身上 這麼巧 就拿出來 給他看 一看 他說 你這張文章 可不可以給我 我說 不可以 我應該給你 但是 大哥 你送人幾千元 然後才給一個 冷貴尾巴 給別人 我門擠著你 那些資料給你 有沒有搞錯 哈哈 哈哈 所以 那我就 覺得 這樣的公司 可以 經常都拿人去聽 而且 我有一個朋友 還參加了 給了幾千元 給他 那 這些 有什麼好處呢 假如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那幾千元 如果你是不給他 的時候 把他轉了 做大家 投資 在一個社會裡 做一個 lifestyle change 例如 幫人解煙 做一些社會知識 給市民運動 即 你將這些 集藝成酬的 資金 放在這樣的地方 那個得益 打來給你知道 將來會有什麼病 好得多 例如 我知道 我將來會有 可能有 有癌症 那 那就先怕幾十年 哈哈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個基因是一個 很高科技 是的 而且最近 我們才知道 將身體 所有基因 的mapping 才能做到 所以 如果在他這個機構 一個私人的商業機構 到底他用什麼儀器 幫你做基因 你當時有沒有給我 測試 我還講到一個case 給你聽 好了 我發覺 這些混水魔語的公司 通常 就是 用high tech 你帶人 要不就是 你那種產品 是天然的 是自然的 對人無害的 對人無害的 另外一個 又是這麼想說的 他說他是美國 是 他那些東西 就是 海底火山熔岩裡面 看出來的 可以吸了很多毒素 如果你有糖尿病 他把你的血糖 把你吸光 把你的血糖 排出來 我問 你 在哪裡排出來 他說 在尿道裡排出來 我問 一天是糖尿病 安製很昂貴的尿 還有 他給我一些 testimonial 別人的 testimonial 給我看 一眼就給我看穿了 他有兩個report 一個是食之前 一個是食後 食之前是子宮的簽毀樓 report寫著子宮幾大幾大 6cm乘3cm 即是6乘3cm 沒有說簽毀樓有多大 因為簽毀樓很小 沒有說 第二個report 就說 0.6cm乘0.3cm 他就說 你看看 那個簽毀樓 縮小了 這麼多倍 但我指出 人家說 子宮是6乘3cm 第一個report 沒有說到 簽毀樓有多大 第二個report 就說 簽毀樓0.6cm乘0.3cm 你用人家第一個report的子宮的size 子宮的size 來和他5乘的size 來比較 那時候 那當然小很多 其實 如果你拿那張真的片來看的時候 可能是完全一樣的 那他又沒有新出 這個test model 整個都是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不懂看 那些就說是 簽毀樓也縮小 稍微有少少藥常識的人都知道 簽毀樓又怎會縮得這麼厲害 那些是纖維 那些是肌肉 有什麼可能縮小十幾倍 就像你那個老鼠仔 有沒有可能 有一塊縮到一塊豆 沒有可能的 但是 他又欺負你不懂 又吹天然的 什麼什麼 好了 你推一步說 你說到你那些天然的這麼厲害 水仔那些火山熔岩 有多少啊 每個人都吃光 一會兒就沒有了 這些伎倆 那些稍微有多少少藥常識的人都很容易識破 但是呢 又有很多人買的 那這個是不是有些傳銷公司 就是傳銷公司 是 香港很容易看到這個背景 我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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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公司 要有材料 那他沒有材料 那他沒有材料 他就拿一些 high tech 拿一些天然的 在那裏作 那些 testimonial 我指出了 第二間店 我指出了那個 testimonial 是錯的時候 他說 這些人家拿出來的 那些人家拿出來的 那些人家是否是賣家 你做賣家當然是吹 吹不是一份 每個人都賣 還有一件 例如大家的事 例如糖尿病 如果你信了他 你便死 你又不去真正去 保持血糖的水平 就說滴幾滴 滴三次便可以 你不用跟著飯吃飯 總之你滴吃便可以 你給錢買便可以 這些事情 就是 你賺錢便賺錢 不要找人家的命 來交票 是 George 其實在加拿大 有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加拿大也有 也有 也有 不過 加拿大的人民的知識水平 比較上來說 沒有那麼容易握 沒有那麼容易握 而且還有一件 加拿大的人民比較窮 沒有那麼多錢 你握 我覺得都沒有錢 因為政府都收了 那些收收都都收了 我會聽 聽完之後 你叫我買的時候 對不起我沒有錢 我想買但沒有錢 那是沒有辦法的 他不是不想 但是 石頭裡面 要怎麼斬得出油呢 在香港 這個市場 潛力又高很多 現在 香港人的袋裡面 很多 現在都是 disposable income 是很多的 你見到人家的口袋裡面 一塊塊的 不是紅底 就是那些一千塊 民風都不一樣 加上現在我們內地 對傳銷的方面 其實是很罪惡的 是呀 很罪惡的 中國是嗎 可以拿藥禁止嗎 其實它有些可以拿正牌做的 是嗎 有些可以的 有些大公司直接拿正牌做 OK 我們現在中國人民的那種 進取性格 真的很多人有興趣 是 把錢放進去 但是 另一方面來說 其實傳銷 其實它本身不是一件壞事 如果你是做一些好的產品 是 而且 你剪掉了那些 middle man 和那些 sales lady 其實不是一種壞事 例如 有些 就算是教書 我現在都在教英文 如果你在網上教是一樣的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你不用單房 你建的學校來浪費了 我覺得就是 很多時候我覺得就是了 例如我教英文 學生在家的電腦 我在電腦對著你教 應該是沒有分別的 是 可能還好一點 因為它寫出來 我馬上看到了 是 所以 這個 新科技 例如電腦 那些 機印 那些 是很值得我們去 利用的 但是 利用完利用 就 要多些 思考 給一些比較可靠的人 去做一些監管 不要給那麼多人 所以不要浪費了社會資源 我覺得 我最可惜的是浪費了社會資源 那這些錢 你做一個基因檢查 那些用資很少 他怎樣做基因檢查 他就是在你的學康裏 拿一些細胞出來 拿一個DNA 拿一個DNA 做基因檢查 他直接拿出來 那些做有的 即時做到 還是很久 很久以前有的 我意思是 他在當場做到 還是要一個數 那不是 要站回去那間大學 不是馬上的 OK 馬上就不值錢了 是 馬上做完 如果在加拿大 我給你 我給你口水 你給我做 我原來有心臟病 可以了 我會的 當然是沒有 其實會不會做了 還有一些反效果 我覺得是 下一頓先 下一頓 其實香港很多地方都有這個現象 我會想一下 為何這種情況 會這麼多時候出現 背後 為何 我相信 一來 每個人都想利用一些機會 賺多一點錢 因為金錢的因素 對 錢是動機 還有很多這些東西集在香港 香港 香港賺錢的途徑很多 很多人有錢 為何這個會是一個商機 為何會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背後有原因 因為有人賺到錢 很多傳銷公司可以賺到錢 食水滋味 他賺到錢之後 蓋了 就出國大陸 這麼多東西可以做 總之 high tech 還有天然的東西 就殺死了 那為什麼呢 背後有high tech 天然的東西 背後是要針對什麼問題 因為那些是賣的 為什麼要賣呢 因為香港 現在文明人的健康問題 是越來越差 沒錯 你要了解到 為什麼會這些現象出現 背後的動機 背後的原因 當然賺錢 很多人都想賺 傳銷的好處 就是不用投資一間公司 不用就注冊 香港的公司的注冊費都很貴 簡簡單單 你就可以做自己老闆 這個傳銷一向 給別人吸引別人入行的手法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傳銷的產品 是跟健康有關呢 因為 現時的人的健康 是越來越差 這是一個背後反映 這個現象背後反映的起因 在這裏 還有一件我發現 就是 在香港做工是很辛苦的 因為太辛苦了 那些人見到就很差 很多人在電腦上 你讀讀的數字 都很多人這樣賺錢 我認識很多人 我一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沒有人做事 所以變成很多人炒虎油錢 是啊 沒有那麼辛苦 是啊 壓力也很大的 壓力大而已 但是沒有那麼辛苦 就自由一點 是啊 沒錯 OK 好了 我們或者小優 然後一兩分鐘 那我們就再繼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就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脫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OK 好了 我們香港出路 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見到很多社會上的現象 可以畫問題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 背後反映了什麼呢 如果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問題 是應該解決的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我剛才提出 賺錢過都需要 例如香港這個社會 賺錢最重要的社會 你不可以說 你不要賺錢了 但是實際上香港的 生活指數 生活物價 好像養一個好好的養一個十元仔 估計 成四百多萬 最低的估計 二百多萬 那些鬼佬估計 一千一百多萬 這些人是真正正 這是一個銀行家 這樣計出來的數據 由一個十元仔 由他出生到二十六歲 你是要用這麼多錢 所以錢當然 就是 好像經常這樣說 錢 雖然就是 不是賣難看 不是賣難看 沒有錢 什麼都不行 有時候香港這個社會 真的 你不是說 我不安不住貴屋 我去山上 沒有建幾間樓 我不吃你的超市 在山邊種的東西吃 香港法律是不給你有這樣的選擇 在我們局限於這個社會結構裏面 我們其實沒有這個選擇 我想說 為何會這麼多人 會成為他的推銷員 或者同時成為他的顧客 我曾經說 其實反映 香港人 全世界的人 健康問題很嚴重 為何要看到 為何那麼多傳銷公司 通常的著重點在哪裏 都是用健康產品 你有沒有想過 為何要用傳銷的手法 來推銷健康產品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那麼多藥 那麼多傳銷可以做 為何要用健康產品來煮 我在石氏學位的時候 作過一篇言文 講的是 人和人的關係 影響最大 就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interaction 即是人和人之間的interaction 影響最大 是 不是什麼宣傳 比如說 比如說 我 老友 我感覺 喂 這樣好 影響力就是最大的 OK 如果你說 你只看廣告的時候 影響力永遠不及得 人和人之間的交往的時候的影響力 所以 傳銷就是人和人 是 是 要拔你去 是 你 我懷疑情面 我都懷疑情面 去了幾次 但發覺是 都被刺破了 但問題 那麼多產品都可以做 它沒有什麼原因 只是健康產品 使用傳銷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唯獨 大部分傳銷公司 全世界 都是用健康產品 差不多佔百分之九十 起碼 有沒有想過這個原因 每個人都有健康問題 好 人人都有 除了健康問題 是一個很主要的需要 那些人可以去看醫生 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很多時候 醫生我不得 例如有一次有一個人 他又說 我不想吃糖尿病的藥 那我可不可以吃 chromium 代替了它 chromium 不是藥 是抗物質 他都一樣有 多少降血防的效果 如果你真的有病 就一定要用藥 除非你用其他東西 可以代替藥 例如有些人可以運動 代替了糖尿病 肉質 他吃了食物後 即是運動 燒掉血糖 血糖 血糖便降回 這樣也可以 不過你有沒有這樣的條件 做 如果是沒有的時候 如果你靠chromium 如果你已經有病的時候 就不行了 但如果你未曾有糖尿病的時候 就可能 by some time 你用chromium 控制住一會兒的時候 你就調養好身體 不會變成有糖尿病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說chromium chromium 到底在哪個階段可以幫到你 當然糖尿病有不同的階段 你吃了糖尿病 我相信 血糖不穩定 血糖低 當然很嚴重 你注射兒肚素 我相信 在那時候用chromium 應該就扭不回頭了 你說 可不可以用chromium 令到你依賴那些藥的成分 會減少一些呢 因為始終糖尿病 背後的後遺症 眼蠻 神吹蠻 神吹蠻 手指要割除 其實原因 都是因為我們那個 餘肚素裏面的副作用 因為我們的餘肚素 是一個由動物裏面提取出來的 身體其實會排斥它 所以為什麼糖尿病 七八年之後 往往都有這些後遺症 是走不掉的 就算你是用了正規的西醫來控制 往往都有這些後遺症出現的 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說chromium有多少效果 我就寫問題說 我們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傳銷裡面 這麼多是說健康產品呢 有這麼多產品可以用 但是為了檢查什麼最多 我發覺現在的人發病的年齡 越來越低 有些很年輕的都有病 就是講回健康的問題 其實那個問題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健康的訊息 我們是很難拿正確的渠道來講出來的 譬如香港有些所謂的 全世界都有的 所謂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那就是說 你不可以說正正識識 我將一個醫學文獻 解釋給你聽 某種草藥健康產品 對你的心臟病 或者對你的糖尿病 是有舒緩 或者減低的作用的 就算你有這樣的科學文獻 是證實了的 在文獻上已經出了街 但你都不可以說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一般人如果你想推銷一些有效的產品 你用正確的途徑是做不到的 你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有這種方法 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宣傳單章 或者用燈、報紙、廣告、電台、電視廣告 你不准 雖然你要證實有效 都是不可以說的 這是一個導致的主要原因 為什麼要用傳銷方法 因為傳銷是口同口說 我們香港沒有法律 我們沒有法律告訴別人 你不可以口同口說給別人 某種產品是可以治療某種病 這是沒有法律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用其他的途徑 文字的途徑 你不准 所以我給大家了解 為什麼這個現象會出現 當然大家要賺錢 第二個問題 現在的人越來越多病 第三個主要原因 我們醫療的訊息 是被我們現時的所謂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封殺了 所以唯一條途徑 能夠將健康產品出得到 就要靠人傳人 拿口來講 這個是導致為什麼 傳銷大部分 是著重於健康產品 這個就是主要原因 好了 你曾經說 很多傳銷公司 傳銷的好處 就會將中間的消費減低了 其實這個並不是事實來的 因為傳銷分配分錢的層面 起碼要將物品的價錢 要加到七倍 所以這個是一個迷思 這不是正確的 不是說我們沒有中間 就不用賣廣告 這些東西就會直接給你消費者 其實它中間有七倍 有很多層要分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傳銷除非它是獨特 沒有人有的 只是它有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傳銷的東西 都是會很貴的 即是你是物非所值的 因為你真是利用很高的價錢去 但當然很多時候 傳銷是利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譬如社會學都很強調 譬如我一個朋友 知道你有個問題 你知道香港現在大部分的醫療 譬如醫生方面 對健康的營養的學識 簡直可以說是少到少到來的大普 在美國的120間醫學院裡面 它貴過平均的美國的醫生 在四年裡面 接受的營養學的資訊 是大約四個小時 當然有些學校就需要讀 可能讀多二十多小時 有些學校直接讀都不用讀 大部分的學生 營養堂的時候 就放個錄音機 然後學生就做筆記 下一次就下個筆記就算了 可以這樣說 在營養方面 當然用營養或者用天然的方塊治病 在一般的醫療裡面 完全是沒有這個訓練 或者不見 好了 現在的人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我們現在了解到 現時的西方醫療對這個問題 根本可以說是 只能夠禁止病情 禁止過程裡面 是製造很多的副作用 所以就有這樣的空間出現 有這樣的需求 正常的途徑是做不到的 就一定要用傳銷這個手法 還有一件事 為何會導致這個現象出現 就是一般人 除了健康差 是對常識 一般的健康常識是沒有的 我可以這樣說 為何在我們基本通識教育裡面 是很少教我們人體的健康 我只是教動物 教老鼠 教兔子 但是從來不教人 你有沒有感覺 這是基本常識 你的人的健康 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但我們教育裡面 從來不會教這件事 你可以看到 為何我們這些古怪的現象出現 就是 其實我們大部份人 對人身人體的健康常識 是非常之貧乏 以及最基本的醫學常識 是沒有什麼的 譬如你說講基因這個問題 基因是一個 一般人以為 我們已經很容易 由基因那方面 知道你有什麼病 其實真正的情況 完全不是這樣的 我們在世界大新組織已經講出來 只是有15%的人的病 可以說跟基因有些關係 譬如某些女性 你會發現 那些女性 她家族性 是很容易有這個傾向性 也有些知道 Cystic Fibrosis 我們記得以前 整個神經科學會 每一年都是拆鞋 來幫人籌錢 我都做過 是幫人籌錢 還有這些事情 其實很早已經知道 例如像張哲那種病 HLA B27 這個基因 早在八幾年的時候 我們讀書的時候 已經讀過 問題是這樣 問題是 根本我們基因學現時的資料 根本是很難應用在 處理我們大部分文明人的病 我曾經所講 譬如你說那個Cystic Fibrosis 是的 可能有幾個基因影響到它 有些乙癌 可能有某幾個基因是遇到的 但是大部分人的文明病 是不是一兩個基因的 大部分的文明病 是很多很多很多基因的 譬如你說那個心臟問題 跟心臟有關的基因 是數以千 跟心臟衰竭的基因 是數以百計 根本是不可能 用這些所謂基因的技術 可以預測到 那個人將來的什麼病 因為大部分人的病 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病 不是某個基因異變 所以說 基本上 現在供應 世界衛生組織供應 只是15%的人的病 可能跟那個遺傳有少許關係 但是在我們的工作裏面 很多病人聽說 例如鼻敏感 知而此類 烤喘 或者濕疹 整天都會問 是否遺傳 其實我想一下 你爸爸或者你爺爺 有沒有這些病 其實很多人都有的病 根本上是一兩代之之 在醫院看到的 以前很少的 癌症理科以前很少 一千多人裏面 可能兩三個人 會死在癌症 有些人說 我們因爲醫療紀錄 不完整 但都不會搞到 今時今日 每2.5個人 有一個人有癌症 我最近妹妹 在回來 她每年都回來幾次 遇上她的舊朋友 四五十歲 她已經有四個 是四五十歲的人 已經過了生 是癌症過了生 其實我們有一種錯誤的觀點 就是經常以為 我們的科技 我們的基因科技 將來有天可以帶領我們 逃出疾病的魔爪 其實絕對是不會出現到的 記憶所及 就是在美國 有一個experiment 有個醫生 他用基因的方法 幫清少聯醫病 後來她幾個器官一齊衰竭死了 那時候她已經簽名了 試驗之前 之後她的父母都告過醫生 所以現在好像不可以再做這樣的研究 就是clinical trial 即是這樣但不入 即是既然你同意了 有這樣的風險 是否講了給別人聽 這個風險 即是這方面的問題 即是你簽名的時候 你還要告 如果你明知告不入的時候 那你還要告 那你還要浪費錢 美國就不是那些律師 他幫你告 即是他打贏了 他如果沒有機會贏的時候 他又不會浪費錢 其實法律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 很難預料那個結果會怎樣 還有一個我想提 就是很多時候很多病 只要我們改變生活習慣的時候 很多病其實都可以延遲 甚至避免疾病 好像癌症和心臟病 主要你飲食習慣 改和不抽煙 每天做四十五分鐘左右的運動 那時候已經防了很多病 但是最慘的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的生活和工作 環境是很困難的 即是很多人做到根皮力卷 然後才回家 回家睡覺的時候又上班 那你根本是沒有一種精力去 做運動 沒有做運動 沒有精力去維持 和增長自己的體質 這個是 那不可能 我政府已經帶動了 五日工作 不過很多時候 人們都說 他是要你終身學習 要做功課 都很慘 這個問題 我們將來一定會很深入討論 我們怎麼做得好 就好像老鼠在那個圈那裡 不斷地走 不斷地打滾 是永遠走不出這個圈 其實我們經常有強調 其實整個制度 是特意設計到 是令到我們盲目地去做這件事 都沒有時間的思考 製作率很高 產量很高 但是呢 生產了很多東西 又要盲著去消費 弄到每個人不停地賺錢 又不停地消費 都令到我很忙 因為最終只有一個 就是最高的幾個 最高的幾個 對 他多賺錢 我上次提了一本書 《魔鬼的經濟》也解釋到 他其中有一個問號 他說為什麼那些販毒的人 街頭販毒的那些販子 還要住在媽媽的家 如果經常販毒這麼多 力量這麼高 那為什麼大部分做這些的人 都是住在媽媽一起住呢 其實他的答案就是 根本這些販毒分子的組織 好像麥當勞和大機構那樣 真正正大薪是上五個幾個 下面那些是最低工資 使得最低工資 使得最低工資 就非常危險的工作 他們自己都吃的 那他們當時都不准吃的 我看這本書 這是行規來的 你做這項是不准吃的 是嗎 那我又反映了 因為我們經常遇到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 病人都遇到這個情況 會告訴他們 坊間有很多儀器 企圖幫你測試 講完你什麼病 不用打針 不用抽血 很簡單的做法 叫問我怎樣看這個問題 其實這些儀器 以我的性格 我什麼都想去研究一下 過去都研究了很多 全世界飛 澳洲 德國 我都學的 這些儀器我都買回來 都很貴 幾萬十幾萬一架 我都不斷地用 但在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現在的科技 基本上就未做到這個階段 不能夠說這個儀器可以測試你的病 還有作為一個香港醫療消費者 你去嘗試這些所謂的方法 其實我們在醫學科學裡面經常都強調 所有的測試 起碼有兩個準則 第一 就是它那個可不可以重複性 reliability reliability 第一次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報告 如果是吻合的話 就是它過了第一關 就是它那個test 起碼是sensitive 就是它pick up到些東西 好 這個第一關過了 第二關就說 它pick up到些什麼東西 是有沒有意義的東西 是不是 就是它說你 說你 基因有什麼的病 我當你每次都可以pick up到 好了 但是 那又怎樣 就是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代表你有這個問題 我叫做specivity 就是它是不是說你有心臟病 你是不是真的有心臟病 就是這兩個關很重要 第一 它要重複地pick up同樣的訊息 第二這個訊息是有意義的訊息 就是它說你有這個病 怎麼證明 怎麼證明你將來會有這個病 根本是沒有任何的資料 或者的顯示 是證實這個是有用的 所以 就是說 這種儀器 真的坊間是太多的 通常 我亦都不能夠說 如果這個人有意學背景 就一定是對的 絕對都不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我說 有時候什麼人都有了 欺騙的手法 誰人都會做 但你起碼 作為一個精明一點的 所謂的消費者 起碼你去拿到這兩關先 有些人說很貴 幾萬元一家 但如果它幫到你 其實沒有所謂 有些情況之下 如果你做某種治療 做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好 其實不管它背後什麼原因 你未必可以解釋得到 但起碼它會幫到你 即是我們遇到這些儀器 第一 你要看它是否重複 可以檢查到同樣的資料 第二 這個資料是否真的 它這樣說你 我當你是真的話 它有沒有辦法幫你治好它 即是你拿大大大資料 那資料是對你的身體 那個處理的手法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時候 你做來做什麼 尤其是在西方的醫療 那些測試 其實有些很危險的 你去做了之後 有個風險的 最大問題 你做了之後 這個資料是否影響 它的治療的手法 如果它根本是沒有用的 是用不到的 那你做什麼 在外國 我有一些很多研究發現 譬如孕婦的胎兒 那些 通常你去了之後,他就掛了什麼東西 你掛了之後,你的醫生做事嘛 還有一個問題,這些放出來的訊息 第一,很多是錯誤的訊息 令到醫生做很多是錯誤的事 因為他接收這個訊息是錯的 所以就算在現時的現代的醫療方面 其實都是很多這類的問題 譬如我們很多做的新電圖 或者運動新電圖 他發現那個假陽性、假陰性 差不多只有二十幾%是假陽性、假陰性的 很多人做了運動新電圖之後 說他是沒事的 然後到街上就立刻心臟病死了 張鑑全就是這樣 在美國做的那些 但是他反正就心臟病死了 即是你看到這些資料 是很多醫學文獻裏面都有說的 比爾克林頓就是他到那個colonary artery block了90% 他經常都以為自己是消化不良 整個例子大 然後才知道 他做了一個像力球商有危險性的 他注射一些東西下去 做影 這樣呢? 我說不掉 馬上就失去了 作為一個總統 他不會經常檢查 實做檢查 經常做 結果找不找到這些問題 醫療是這樣的 即是說 作為一個公平一點 問題不只是自然醫療這個問題 自然醫療我覺得 我覺得是真的很多的互混混的東西 是很容易出現的 因為在香港這個醫療環境 即是可以說沒有網管 起碼你摘骨神經科 中醫 或者西醫 牙醫 瘦醫 其實他都有所謂的監管條例 在自然醫療 在目前香港這個環境 其實在外國這個環境 其實往往是可以說 可以為所欲為的 有一個問題出現 好了 但問題怎樣解決呢? 大家看到 現時香港的解決這些手法 就有消化者委員會了 專門說自然醫療危險 按摩又危險 觸報按摩又危險 手槍又危險 總之人意足又危險 總之所有一般人用自然醫療 都是危險的 他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想辦法用某些手法禁止他 自然醫療當然是有應用的地方 可以說大部分民民人的病 自然醫療肯定是有貢獻的 但當然你要懂得去用它 就不好 因為有很多這樣的事故 我覺得不是個別的 因為這種問題 在香港會越來越多出現 不要因為這些問題 將整個自然醫療所做的事 就丟掉它 西方有一種說法 你倒了一盆洗澡水 不要令嬰兒倒在一起 你要分得分開它 所以我們很希望香港人 要學到一些 至少了解到 你遇到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要做什麼測試也好 你都要去看看 第一 第一 它能否找到 可不可以重複找到 可不可以重複找到 是否感染症 第二 就是 specific 就是說它說你這個病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病 第三 拿了之後你怎樣醫治 我懂得有個機構 那些人就走上去做一個測試 電腦來幫我做的 跟著它報告 譬如這一批的報告 二千元 心臟的報告又二千元 那個秘療科學二千元 它分開來收費 其實我們自己行內人知道的 這些報告你一測 就全部電腦印光了 不是說要別人一批一批給錢 你自己覺得 但是我覺得做生意做得不公道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你沒有努力的 你根本呢 你用一種賣弄這些關子 一批都給 其實電腦都薄薄都印出來了 不要說它印出的資料有沒有意思 很多時候你都看到 很多這類的運作 那怎麼收得貴一點呢 是很貴的 我認識一些別人 去幾萬元錄卡 你不夠錢錄卡 錄到你 錄到一大輪之後 吃完營養素 有你沒有你 它有什麼就給你 吃完一大輪之後 用了幾萬元 身體一點都沒有好 那我們不可以說 人家醫療不好一定不行 始終每個人都有最後一天 所有醫生都死了 所有病醫都死了 不是說我醫療一定可以令到什麼病都治得到 但始終你可以用常理去想一下 很多時候真的 很多是不老實的商人太多 在我們的自然醫療界尤其是 尤其是 我自己作為自然醫療的從業員 我都覺得 這個問題是一個社會的現象 但是我最重要 我們要認識這個問題 從而想正一個正確一點的解決方法 不要陷入這個圈套 蓋上它 這是全部騙人的 騙人商家做的 蓋上它 如果我們走這條路 那我們醫療的問題 是更加難解決的了 我有個看法 其實 現代人有個問題 他們很喜歡捨而取難 正如剛才醫療醫療所說 他說 他的報告出了一堆東西出來 很複雜 給很多藥來吃 他們會喜歡的 譬如 如果你有抑鬱症 當然很多人告訴你 你要去看醫生 去看醫生 去健身理醫生 要吃很多藥 但如果有人告訴你 其實你出去走一山 吸白身雙空氣 撒一步就好了 他說 這麼簡單 這是頭腦的問題 我們頭腦很喜歡複雜化一些東西 我們喜歡複雜的東西 簡單的東西我們是拒絕的 因為我們盲目崇拜科技 沒錯 背後的原因就是 我們以為科學科技 會給我們最好的答案 他不了解自然界的答案 都在那裡了 最簡單就是最有用 是的 這是很奇怪 我有一點 我想要骨災後 骨災不快 很多時候 中國很多東西是很好 例如經絡 我們已經有經絡的學術很久了 但是傳到西方之後 他們又做了一個醫療方法 叫做Kinesiology Applied Kinesiology 賺錢的就是外國的Applied Kinesiology 它的材料是我們的 是中國的材料來的 是的 至我所知 其實香港的權益 將來很可能變成這樣 我們中華文化裡面很重要的東西 給外國加一些科學的東西 現代的解法學 他將它地道化後 將它賣給你 就賺到你很多錢 這個就是很可惜 包裝問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醫學常識 我覺得在香港 中醫界有時候很可憐 他經常說是免費幫你診診 然後當然在藥費加回給你 這個世界 其實香港有很多公司都是這樣的 就說免費幫你做診 然後你就買了公司的那幾樣東西 七樣東西 你過去吃完 然後就加一些其他 我記得我在美國讀大學 七七七七七零年代 有一個老師 他是一個醫生 一個西醫 但他暫時不做醫生 在他兒子的學校讀 一個很前衛的學校 他曾經說一個這樣的故事 他說有間公司 他那個水喉方面出現故障 公司就停頓了 要請到水喉佬來 水喉佬來檢查 東摩西摩 東敲西敲 敲了大概五分鐘之後 他見到一個地方 他就說 我知道有什麼問題 他就敲他幾下 扭他幾下 他就完成了 給他一千元 給他一千元 給他公司的收費 那個老闆說 哇 有什麼搞錯 敲一敲就一千元 他說不是 敲那裏就收你五十元 懂得哪裏敲呢 就收你五十元 其實香港人很多時候 真的很糟 他不珍惜你的學識 他覺得 他覺得 給你的寢金 一定要有些東西給他 如果你和他了解他的情況 用了個鐘頭 你了解他的情況 覺得他的問題 是很簡單 是很簡單解決的 他覺得很不值 你一定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這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香港現時的人 那個 那個文化也好 或者他那個 就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 在我們醫療上 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有一位朋友 他爸爸 每年都去美國的 在Minnesota Mayor Clinic 做檢查身體 幾年前 就去檢查 就說 你有少少高血壓 有少少血脂高些 膽固腸高些 膽固腸高些 這樣 就怎麼去醫治他呢 他說你這樣 你每天早上吃早餐 吃麥皮 這樣 這個朋友的爸爸 就很乖 天天早餐都吃麥皮 成年都不斷 一年之後 就再回去了 看起來 所有的指數 膽固腸又低了 血壓又低了 那個三根油脂又低了 那就是你看到 就是在美國 在一個這樣的 一個這麼出名的 這麼高科技的梅雨診所 他做了 做了一連串的之後 他給一個配方 就叫你天天吃麥皮 好了 我們時間關係 那我們下個星期 就再和大家繼續聊天 拜拜 拜拜 拜拜